做的好處是直接按下這個按鈕 就做完了 那清楚的話反正就這樣 其實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按下去如果以後你有什麼資料 然後在別的地方 當然有可能左邊跟右邊不在同一個工作表 一樣的道理可以把它搬過來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假設用VBA來做的話 大概會有幾個思考方向 要不然你就模擬像那個 因為INDRESS蠻像Range物件的 Range物件裡面也是雙引號有沒有 然後拿一個儲存格 比如說B2的話 它就把B2的資料幫我搬過來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要放資料到這個儲存格的話 那基本上它 假設這個地方一個一個幫我放過來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寫呢 第一個我可以先在這邊 先一樣VBA 我們先第一個先切到VBA 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呢再插入一個 就是一個SUB 叫人事分欄 那這個人事分欄裡面的話呢 我大概先告訴大家說什麼 我將來要放的資料在哪一欄哪一列 所以你可以先打那個for回圈 那那個for回圈的話呢 那就是for我的列先列 特別是我習慣是先列 forI等於第幾列呢 第二列到第幾列呢 大概到第九列吧 Enter兩下打個NAS 然後呢 藍的話呢 我要放的藍是從 第二到第九 然後第四到第七 for藍的話是追好的 等於那個四到七 OK Enter兩下 打個NAS 那這樣的話呢 先確定一下我要放的資料的範圍 然後再來打一個Sales 刮壺的話 就是I列的追覽 等於什麼東西呢 等於 那我要丟的話 幾個方向 要不就是你可以模擬剛剛有沒有 我們的那個column跟ru的概念 這邊的話我有個column 有沒有 其實column就是追啦 有沒有我就把藍當成是追 所以你可以用同樣的概念 追-2 加上 4乘上 i-2 那兩個顛倒沒關係 那我可以把這個概念怎麼樣 把它改寫到 這個 我們的那個VBA裡面 好把它取笑一下 這邊 現在油表放裡面 好把它放在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喔 用同樣的概念 追指的是column 有沒有 減掉2 那如果你現在輸出的話 現在輸出的話 應該就是 它會 我先把它切到VBA這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現在 跟之前一樣 先輸出 你會發現 它實際上 這個應該是 裡面的格式 我把它改回來 改成那個通用 不然它之前輸入過 它裡面已經變成 這個日期格式 2345 有沒有發現 它裡面呢 就跟剛剛一樣column一樣 那如果說你要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倍數的話 那可以了吧 先把那個 歸零吧 所以 i-2 從哪個數字開始 從2嘛 所以減掉2 所以就 有點像剛剛r-2 然後呢 乘上什麼 乘上 多少 4嘛 有沒有 這個是4的幾倍 那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現在看到的就是什麼 2到30 有沒有 33 那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 再把外面這一串 有沒有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range 其實就跟那個 剛剛interress還蠻像的 那前面加一個b欄 ok 前面加一個b欄之後的話 那 這邊加一個b欄 這個 加一個 然後 空一個end 後面就是它的 哪一列 後瓜糊 執行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概念有沒有跟剛剛蠻像 interress b欄的哪一列 有沒有 把它丟到哪裡 丟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現在把它執行的話 執行 有沒有發現 全部的資料都過來了 那再來還剩下什麼 我要再去做切割 有沒有 那切割的方法呢 用replace 或用mid 不過 因為在VBA裡面 那個replace的用法 跟在 Excel裡面用法不一樣 所以這裡的話 VBA我是建議用mid 那mid怎麼切呢 基本上 用法跟 剛剛那個也雷同 所以也許我們這邊 先這一行 那下一行的話 你可以 先把資料過來之後 然後呢 我們就是再用mid mid 去切割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mid 錢瓜糊 然後做什麼呢 把這個資料先餵給它 豆點 欸 再來就是什麼 從哪個字開始 從它的上面那個 標題欄的長度 有沒有 再加上兩個字 所以呢 我要怎麼樣 剛好指到 這一個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我鎖定 剛剛有鎖 第一列的話 你可能就不能用那個range 那這裡的話 你可能要用sales來表示 sales呢 如果固定在第一列的話 你這邊輸入1就可以了 第一列 豆點 那會變動的那一欄 你用追來表示 後瓜糊 OK 那這樣的話 有點像是我鎖住 第一列的那個概念喔 然後呢 我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得到它的長度 所以外面包一個L1N 好 然後瓜糊 然後呢 L1N 抓到它的長度之後的話 那再來的話呢 加上多少呢 加上2 豆點 多少個字呢 一樣嘛 99 後瓜糊 好 這樣的話就OK了 所以我們就是 把資料先 抓過來之後 再幫我把它切割 切割之後就輸出了 OK 那把它輸出看看 資金 OK 那你可以看到喔 輸出的結果 欸 就會是我們要的那個結果 那最後當然啦 我們剛剛是有個 自動調欄框有沒有 選四欄 然後點兩下嘛 那在VBA裡面齁 其實不用那麼麻煩啦 其實 在VBA裡面你可以在 這個 End Sub上面 就是你跑完回圈之後喔 打一個 用那個 colum 物件 COLUMNS columns 瓜糊跟他講說呢 請你幫我從D欄 冒號到G欄 這裡面請你放一個文字喔 D 應該到H 應該H D欄到 欸 應該是G D到G欄 幫我怎麼樣呢 把D到G欄做 自動調整欄框的話 其實在VBA裡面 就一個 一個方法 自動調整 自動的話 是什麼 Auto 調整的話呢 是什麼 哪一個單字是 調整呢 叫FIT AutoFIT OK AutoFIT 實際上就自動調籃框喔 OK 所以你告訴他籃框 然後AutoFIT之後就OK了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執行完之後 看到的結果呢 其實如果籃框啦 因為他本來籃框 假設我籃框把它 故意調不一樣喔 然後加一個AutoFIT 那AutoFIT這邊 這一行中斷好了 按一下 欸 這時候輸出了嗎 那這個地方的話 AutoFIT 實際上就是 就是 道理就跟我們剛剛 選四籃點兩項 結果是一樣的 欸 有沒有 所以AutoFIT 一行就可以了 那他的關鍵就是說呢 你要先告訴他 哪一個籃喔 Cullens 就是 刮鬍 哪一籃到哪一籃 AutoFIT 這樣就OK了 好像還蠻好記得喔 以後如果你寫VBA的話 反而一行就可以搞定 很多個動作 另外呢 如果說你沒有這個刮鬍啦 假設Cullens AutoFIT 它就全部的籃喔 自動調整喔 如果有加刮鬍 就是哪一籃到哪一籃調整 如果你沒有加的話 意思是說全部的籃 都幫我全部自動調整 OK喔 所以這個還蠻 我覺得還蠻重要 而且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說你寫VBA 寫完之後 你還要再把它調一下籃寬的話 那這一招是最簡單的 這個好像我記得前面也有 好像在那個樂透彩那個 從網路上撈資料裡面也有講到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人事分籃的部分 就可以把它寫 其實邏輯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VBA部分做完 剩下清除我想也差不多啦 所以清除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 試著再把那個清除部分加上去 人事分籃 自動籃 調籃寬 然後自動就輸出了 OK 試一下